卫福部玉里医院以收治精神病友为主 110年在前院长王作人的带领下 向卫福部争取经费补助 计划在玉里医院万宁院区开办 花莲南区第一栋的住宿市长照机构 而预计在今年10月竣工 日前前往拜会县长徐真卫 邀请10月利林检采 也期盼地方以及中央攜手 串联医疗服务资源 来强化南区长照医疗的服务量能 卫生福利部玉里医院新任院长 坚以嘉等一行人 日前拜会县长徐真卫 在卫生局长朱家翔陪同下 提到在玉里医院万宁院区 将开办花莲南区第一栋住宿市长照机构 种床数月100床 预计于今年10月竣工启用 也特别邀请徐真卫历领检采 徐真卫表示 感谢卫福部玉医看见地方长照需求 提供失智家庭协助和喘息空间 针对去年0918强症 造成万宁院区排水影响 前院长也承诺 以不影响院区周边住户及农友 为最大原则 逐步让各项代书工程尽速完工 位在花莲南区的卫福部玉里医院 以熟治精神病友为主 玉里医院于110年 在前院长王座人带领下 向卫福部争取经费补助 将在万宁院区开办花莲南区 第一栋住宿市长照机构 会中两人交流分享 期许地方与中央持续携手合作 串联医疗服务资源 长化南区长照医疗服务量能 建构完善的社福体系 接着让芒样花莲师报导